这是这个,就是刚才打了记号这个背部 现在由华西医科大学副医院内科邓学文医生试教 胸阔及肺部检查 医生应站在病人的右侧 准备 熟悉胸部体表标志,包括骨性标志和人工跨线两部分 骨性标志,胸骨角,是胸骨柄和胸骨体交界处向前隆起的部分 恰于第二肋软骨相连,为技术肋骨的标志 胸骨上窝,为胸骨上方的袜旋部分 正常气管位于其后 锁骨上窝,分左右 为锁骨上方的袜旋部 相当于两肺上叶肺间的上部 锁骨下窝,为锁骨下窝,为锁骨下方的袜旋部 下肩为第三肋骨下缘,相当于肺上叶肺间的下部 脊柱忌突 是背部正中线的标志 第七颈椎忌突 是背部颈胸交界部的骨性标志 低头时更为明显 旗下既为计算胸椎的起点 肩甲肩区 为背部两肩甲骨内侧的区域 正中线将此区分为左右两部分 人工画线 肩脚下线 为座位时双臂下垂 通过肩脚下脚的垂直线 前正中线 即为胸骨中线 为通过胸骨中央的垂直线 锁骨中线 分左右 通过锁骨尖峰端与胸骨端 两者中点的垂直线 叶前线 分左右 通过叶窝前纵壁所做的垂直线 叶后线 分左右 通过叶窝后纵壁所做的垂直线 叶中线 分左右 微距叶前线与叶后线 等距离的平行线 既有叶窝顶部 向下的垂直线 暴露与体位 保持室内温暖 充分暴露胸部至腰部 光线充足 可视病情 取座位或卧位进行检查 并按检查部位的不同 配合投进及上肢的活动 坐位时 先检查前侧胸 然后检查后胸部 握位时 先检查前侧胸部 然后握向一侧检查背部 再握向另一侧 重复检查背部 以排除体位改变影响 胸部检查方法 以座位为例示范 前侧胸部 视针 皮肤 观察有无皮疹 静脉曲张 发现曲张静脉 应选择一段 无侧之循环的静脉 判断其血流方向 胸部形状及对称性 通过胸阔前后镜 与左右镜之比 内部走行方向 内间隙宽度 腹上角大小 可判断胸阔的形状 正常胸阔 前后镜与左右镜之比 为1比1.5 内骨从后上行 向前下 正密体型 腹上角约90度 如出现前后镜 与左右镜 大致相等 内骨弓的 前下斜度上抬 内间隙加宽 腹上角加大 即为统撞胸 反之则为扁平胸 呼吸运动 取切线方向 观察呼吸运动的类型 频率 节律 深度 双侧对称性 呼吸辅助机 参与情况 注意排除意识干扰 方法之一是与病人交谈 以分散其注意力 正常人平静呼吸时 呼吸均匀 呼吸每分钟16到24 呼吸频率超过每分24次 称为呼吸过速 呼吸频率 每分钟低于12次 称为呼吸过缓 并要注意呼吸周期性节律变化 处诊 呼吸运动 检查者 双手分别同时置于 两侧胸阔 前外下方 双手拇指 沿内缘指向剑珠 其余手指及手掌 紧贴胸臂 主病人做深呼吸 观察双手活动度 是否对称 若出现不对称 提示减弱侧 存在影响肺膨胀 或胸阔扩张的因素 女性被检者 最好在后胸进行 触觉与战 检查者将双手掌 或手掌齿侧员 轻轻平放在胸臂 对称的顾位 不需用力 太紧会减弱胸臂的振动 检查时 主背检者 用同样强度 重复发 一二三的声音 一二三 一二三 或拉长音发 一的声音 一二三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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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双侧与站的一同 注意有无双侧 单侧局部增强或减弱 胸膜摩擦感 检查者将双手分别同时治愈 胸阔前外下方 紧贴胸臂 主受检者 做深呼吸 如病人有干性胸膜炎时 则有皮革相互摩擦的感觉 皮下粘发感 气体趋于胸部皮下 用手按压时 气体在皮下组织中移位 可形成粘发感 或卧血感 挤胸试验 检查者一手置于前胸 另一手置于后背 适当用力 对掌挤压 如出现胸部疼痛 提示病人 有肋骨骨折 扣诊 正常肺部可扣出四种扣诊音 轻音 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 音强不甚一致的飞跃性音 是正常肺部的扣诊音 拙音 是一种音调较高 音响较弱 震动持续时间较短的 飞跃性扣诊音 当扣疾被少量寒气组织 覆盖的实质脏气时产生 如扣疾心脏 或肝脏 被肺的边缘所覆盖的部分 鼓音 是一种和谐的乐音 与轻音相比 音响更强 震动持续时间也较长 如扣左下胸的肺泡趋时 可以出现 实音 音调较拙音更高 音响更弱 震动持续时间更短的飞跃音 如扣十肢脏气 心或肝所产生的音响 过听音 在肺气肿时 可扣出 前胸 鼻脚扣枕 挺胸 双上肢自然下垂 双手置于大腿外侧 先扣出肺脏气 先扣出肝酌阴阶 先扣出肝酌阴阶 双侧对比扣枕 注意扣枕 应置于肋间隙内 不能重叠在肋骨上 每个肋间隙选择二到三点 每点重复扣枕二到三次 比较扣枕音 予以反指振动感的差异 侧击 用鼻脚扣枕 受检者双上肢上排 双手置于枕后 从一窝顶部开始 自上而下 沿每一类间隙 双侧对比扣枕 扣会上界宽度 医生应站在病人背后 检查者扣枕板指 至于锁骨上窝中央 斜方肌前缘 先向外扣枕 再向内扣枕 至着阴为止 测量此轻音带的宽度 即为肺上界宽度 正常为四到六厘米 肺下界 主受检者平静呼吸 分别在两侧锁骨中线 及液中线上 从上向下扣枕 至轻音变为拙音 即为肺下界 正常为缩骨中线上 第六类间隙 液中线上第八类间隙 听诊 正常肺炎 可听到三种正常呼吸音 肢济管呼吸音 呼吸音强 音调高 吸气象相对短于呼气象 迫似将舌抬高后 在呼气时 所发出的哈的声音 正常人在头部 胸骨上窝 背部六七颈椎 及第二胸椎附近 可以听到 肺炎呼吸音 吸气象 吸气象 常于呼气象 音响强 音调高 很像上尺咬下唇 吸气时发出的 呼的声音 正常人 除上述的支气管呼吸音 及下述的支气管 肺炎呼吸音 部位外 其余肺炎 都可听到 肺炎呼吸音 支气管 肺炎呼吸音 吸气象 与呼气象 大致相同 吸气象 比肺炎 呼吸音强 音调略高 音响略强 呼气象 比肺炎呼吸音 音响弱 音调低 正常人 在胸骨脚 及肩甲肩躯的 第三四胸椎水平 可以听到 有时在 右锁骨上下窝 也可以听到 前侧胸听诊 双手插腰 用模式胸肩 紧贴于胸臂上 其强度 以二到三个呼吸周期后 取开胸肩 胸肩膜 音调高低 及有无呼吸附加音 如肝石螺音等 肝螺音 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 音乐性呼吸附加音 它的出现 提示气道狭窄 气流不差 湿螺音 是呼吸时 气体通过液体 形成的水泡破裂 所产生的声音 肺间听诊 用中式胸肩 轻置于锁骨上窝 双侧对比听诊 比较两侧呼吸音的强弱 即有无呼吸附加音 听觉语音 将听诊器模式胸肩 紧贴于皮肤上 主受点者 用盘化的声调 重复发 一 二 三 的声音 可听到柔软 而模糊的语音 按对称部位进行 比较其强弱 与性质的改变 胸膜摩擦音 将模式胸肩 分别置于两侧胸下份 紧贴皮肤 每侧听二到三个呼吸周期 当有干性胸膜炎时 可听到一种 颇似一一首掩耳 用另一手指指腹 摩擦手背 听到的声音 背部 视枕 同前胸 处枕 处决以战 同前胸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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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 其余 其余四指 紧贴胸臂 主背检者 做深呼吸 观察 观察五指移动度 及皮肤展平情况 扩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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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比较扩针 头前倾 肩下垂 双 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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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置于背侧大腿上 扩针肩甲肩曲时 扩针板指与后正中线平行 扩针肩甲下距 则纸板置于内间隙内 自上而下 由外向内 双侧对比扩针 注意扩针应改变 及板指振动感的差异 肺下距 双手自然下垂 在肩甲下陷上 主受检者平静呼吸 分别从双侧 肩甲下脚开始 从上向下 颜内间隙扩针 至轻衣变为着衣时 即为肺下距 正常 肺下距在肩脚下线上 第十内间隙内 扩肺下距移动度 在双侧肩甲线上 扩出肺下距后 做一标记 然后令受检者深吸气 并保持吸气最深状态 迅速扩出肺下距 迅速扩出肺下距 并标记之 再令受点者深呼气 并保持呼气最深状态 再迅速扩出肺下距并标记之 测定两点距离 即为肺下距移动度 正常人为六到八个厘米 继续下距并标记之 继续下距并标记之 听针 背部听针 主受检者 为张口呼吸 或伤身呼吸 用模式胸腱听诊 从上向下 双侧对比 注意呼吸音的强弱 吸气 呼气时向长短 有无干湿螺音等 听觉语音 方法从前胸 方法从前胸 以上是胸阔及肺部检查的基本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